梵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3月12日上午 接见了前来梵蒂冈述职的韩国主教 强调当我们亲身体验到耶稣的恋爱 我们为他的拯救大能所做的见证 就更具有说服力 宣讲基督意味着展现出 相信和跟随他不仅是理所当然 更是美妙至极的事 教宗在这个会晤中 也赞赏了蒙古的天主教团体 教宗回想他于去年8月中旬 第六届亚洲青年节期间 在韩国进行的牧林访问 指出那趟访问 对他的普世教会牧职工作 是历久弥新的鼓舞 其三大面向是 回忆、青年和兼顾弟兄信德的使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